歡迎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NBA籃球明星姚明來到美國之後 始終都是喜歡吃中國菜 姚明的爸爸和他的朋友夾粉開一間餐廳 希望可以滿足兒子的口福 究竟姚明餐廳有什麼特色呢?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張崇林和程曉雄 帶大家去到美國的邱斯頓看一看 姚明在美國開餐廳了 消息迅速在海內外傳開 不過消息並不準確 餐廳不是姚明開的 而是姚明的父母和他們幾個朋友 姚明在美國以後 因為她習慣吃中餐 吃中餐是她媽媽做的在家裡吃 我們幾個朋友包括David這些朋友 以前我們是一些隊友 在上海的隊友 他們在這裡也是開餐館的 所以他們說開餐館 讓姚明平時能夠放放口味 放放口味 所以就開了餐館 姚明爸爸口中的David 中文名叫汪大祥 當年和姚明的爸爸 同是上海籃球隊隊員 在80年代 汪大祥移民到美國邱斯頓 姚明加入了邱斯頓火箭隊後 兩個老朋友從聚在一起 二十年前的友誼 在二十年後跨洋過海 結合果實 付郭翠華和丈夫也是餐廳的合夥人 這隊做了二十幾年餐廳的夫婦 賣出了手上的四家連鎖中餐館 加入了姚餐廳的事業 我是覺得姚明對我們中國來講 真的是滿有面子的 因為美國人會那麼愛姚明 我們自己本身加入這個團體以後 也很有面子 我講實話 這麼多人合作 究竟想開哪一類的餐廳呢 比較高檔一點的 這邊做的是沒有味精 弄得健康一點 然後也想說做點照明飯 進入姚餐廳 首先注意到的 就是牆上雙陷著姚明在比賽時的照片 餐廳分為兩部分 左邊是餐廳 右邊是酒吧 這邊的話這個餐廳能夠 農下440個客人 這些椅子啊 甚至這些東西還有電燈啊 還有那個 所有的這些木板 都是從國內進來的 因為它這些 你看那些比較特別 上面都是福製 都是福製 大家想說 福福氣氣圓圓滿滿 還有這邊 這邊的話有羊皮燈 你看都是從國內來的 我們的設計的是 北京一個設計師設計的 這間的話是姚明房間 專門招待那些NBA選手啊 還有他們跟家人一起聚餐 還有好朋友聚餐的位置在這邊 究竟姚明房間有多特別呢 這就是特殊在它的椅子方面 它的椅子是比較高 我們我們坐的話是懸空的 你看腳懸空的坐起來是怪怪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設計的話 我們等於是中古味比較重一點 我們等於是中餐西吃 酒吧不單止面積大 能夠容納兩百多人 而且裝飾極有特色 兩個大屏幕電視機 24小時固定在體育坪上 令客人有親臨比賽的感覺 一邊一個迷你籃球架 燈罩和灌酒的器具 都是籃球形狀 餐廳的特色之一是全聚德烤鴨 劉師傅在96年從全聚德和平門烤鴨店來到美國 在這幾年裏面 劉師傅去哪間餐廳做事 美國前總統布殊 就跟到哪裏吃飯 究竟老布殊來了多少錢 老布殊吃了快十次了 只是為了兒子的口福而去開餐廳 父母的苦心可見日白 楊明來了以後 因為她打球比較辛苦 平時我們就幫她料理一些家裡的事情 包括讓她能夠回到家 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能夠吃好睡好 那麼對她可能會訓練比賽 可能會有好處 我們真的說適應姚明的日程 不是說適應美國的生活 因為姚明是一個責任性很強的孩子 所以一旦球隊成績不好 對她來說她也是很鬱悶的 那個時候她會吃不好可能睡不好 那麼對我們來說肯定也是壓力 記者程曉雄、張崇林 在休斯頓採訪報告 今天節目時間到了 感謝各位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美國專訊 下任驚揚 我們下星期再見